所有的相关资源都会放在云端上面 所以如果你有些东西找不到 包含比较多的像云端白板里面 比如说像我们未来可能会写某个程式 像Hello World好了 那如果Hello World你不会写的话 至少我想你一定会复制贴上吧 如果你会复制贴上 至少你就知道这边 里面我也有把什么呢 我们将来写好的所有的sources放在这边 那你至少 如果你有些地方假如暂时还没有办法跟上 至少你会复制贴上再来修改 也许再来一次的话 我会把相关的东西放上面 所以这边的话我想各位稍微 可能要记一下那个我刚刚的这个连结 GO.GL8T T是大写QQ39 OK大概是这样子 那我们今天因为第一次来这边 所以呢我第一个先给各位一些基本的认识 对于那个Android Studio 就是来开发App这一件事情 反正就是写App这件事情 其实能够用的方式开发环境 不是只有用Android Studio一个工具 其实在我其他还有用Video Studio来开发 或者用那个JQ Mobile 就是你可以用很多很多的方式去做开发 那哪一种方法比较适合你呢 我觉得你也到刚开始可以先稍微了解一下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稍微来看一下 就是第一个我先 我刚刚你老师已经介绍我了 把我讲太好了 其实 不过如果你要找到我在网路上 其实真的很容易 因为Google无老师 关键是 其实前面几个都我的连结 那因为我在网路上也很久一段时间了 那我的习惯是 我固定会放YouTube影片 也会写部落格 另外我有一个论坛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 反正我习惯性会分享 而且做这件事情 已经做超过十年了 YouTube录影上课 只要上课就录影 这件事我做了超过十年 然后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可能网路上很容易找到我 那其他老师可能他们也非常优秀 只是因为他没有做这件事情 所以比较不容易被看到 并不是说我比较优秀 好那这个所以你找那个APP开发了 应该在前面几个 应该是我之前的画面是第二个 是上面这个已经被我干掉了 往前又挪一个了 那上面两个是广告 广告广告 所以那另外其实我现在 教的程式语言不是只有APP 但我现在教最多的 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那个 Excel VBA突然爆红 可能跟大数据那个应用很有关系 因为而且变成什么 以前可能会来学城市设计的 都是工程师的背景 但是现在来学的都不是 而且完全都没有相关的背景都来学了 然后好像有一个新闻是 107年教育部已经把城市设计 列为那个中小学必修了 然后好像有很多大学 非资讯相关科系也把城市设计 列为必修课程 也就是你如果没有必修 没有过的话 你是无法毕业的 那当然未来这个我想 趋势已经很明朗了 所以呢 你如果还在犹豫到底要不要学习 恐怕你可能要想想你的未来 那这是我的一些相关的资历 那我从事城市设计的工作 已经超过20年了 那我有一段那个创业的经验 所以电脑公司的执行长 也得了一些奖项 那另外的话呢 其他目前在一些学校 东吴跟原志 也有兼一些课 然后还有各个像文化 东吴 志强 就清大人 推广部 也有带一些课程 还有公共人员训练处 等等 还有一些 有一些学校的一些夜市 也找我 那所以 那这个大概是我的一个经 证照的话 我也考了一堆 那时候其实也跟工作 所以反正 Android其实也有考过 所以这边有个TQC Plus的 一个Android Tool 他一出来我就去考了 那当然还不只是这些 其实我还有去考过 像什么Solivus AutoCave 而且其实AutoCave 你关键字找我 其实很容易找到 因为我之前教很常 一关是AutoCave 那这个 那还有我的YouTube 其中一个频道 观看次数就破500万次了 订阅人数 现在已经破了1万4了吧 这是其中一个 我当然不止一个频道 不过如果我这个观看次数 跟蔡阿嘎比的话 当然是小屋见大屋 人家随便 在韩国首尔骂个脏话 哇 我看一下他的观看次数都破百万 一个就破百万了 是不是 没有 不过我们的Style是不同的 OK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其实除了YouTube之外 部落格或者App 其实如果你挂广告 其实也会有相对的获利 所以每年 不是每年 每个月Google都会付我一笔钱 至于金额多少 我想这不是很重要 反正至少他有付我美金 而且这一笔钱 足够我出国的旅费 还有剩 剩很多 而且这个金额会越来越多 不过你们不用测评论去看 因为之前有同学 看说各十百千万 没有 这边有小数点 没有遮住了 而且这个金额是美金 是USDollar 不是NTDollar OK 所以其实也不无销补 然后 因为这样的关系 那个证照中 证照的单位也找我去当咨询委员 所以我帮忙命题 审题等等的 好 大概是介绍一下 另外的话 接下来就参考用书 我想特别注意 坊间的那个参考用书太多了 所以其实我书蛮多的 但是这些书特别注意 你千万不要把它当文学作品来阅读 因为一定会吐血 为什么 因为那个文笔在太差了 说真的 奇怪 怎么这样东西 其实它是一个工具书 它能够拿来给你做什么 就参考而已 那另外还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这相关的书籍 因为呢 Android开发工具 版本更新太快 所以你能够买到的书籍 大部分都是旧的 旧的意思是什么 完全不能用 OK 你如果拿那个书 你要来做出结果来 很抱歉 做不出来 连开都开不起来 好 那怎么办 所以 这个 真的还是要 但是 可以用一些 图法链钢的方法 还是可以把它里面 程式拿出来用 只是说 因为版本 更新太快 以前是用一个环境叫Eclipse 不过现在几乎就这个 因为 Google已经不support它了 所以呢 后来就用另外一个开发环境 叫Android Studio 这也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 开发环境 那我会用的参考用书 如果你可以的话 我是建议 你如果要投资 建议是去买一本相关的 我上课有时候都会用这本书 它这本卖得相当好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大部分人 程度其实都不是很好 所以我建议你一定要 如果你程度不够好 我建议你就投资买一些参考书吧 没事的话翻翻吧 然后至少里面有一些 它里面还有教学影片 你也可以看一看 那里面的话还有另外像那个学 这本是疾风的 书名叫Android的初学特训班 然后叫邓文源 这个还出了蛮多一系列 都是好像什么 以前都出什么快快乐学什么的 ok 所以现在都流行叫什么 这个是奇标的 它是无痛起步 不过其实看完之后还是很痛 因为这里面真的太多东西 一般入门的同学回去看看漫天 大部分都放在那里 ok 不过基本上我讲过 它就是一个参考书 像这个奇标这本书也编的还蛮好的 那后面大概我们的进度 我想因为七次课要讲很多 其实真的有困难 所以理论上我们大概第一个就是先怎么样呢 先把那个Android环境先架设起来 然后在这个我来这个可能加一个用个Hello World 底下的话了解一些里面的元件 包含是TestView 所以TestView的话主要是可以输入的 跟陈一下 TestView主要是显示资料 唯独的 Add a Text才是什么 才是可以输入资料 另外一个Button Button就按钮 然后还有像Tost 跳出一些讯息 RN Dialog有个对话方块 那CheckBox的话呢 其实就是一般的所谓的复选 你可以选好几个 Radial Button呢是单选 那Speed呢是下拉清单 这些都是比较基本的 也就是你可以在这个你的App里面呢 如何跟使用者之间做互动 让他做一些选择之后你给一个结果 那再来也许就是一些相关的什么 图片相关的 包含就Image View 如果你要秀一些图的话 你可以用Image View 这个Gallery的话 实际上就是 如果你要秀很多张图的话 那你可以用Gallery 它有点像艺朗 你可以向右拨 向左拨 它可以拨 那拨完之后 一样可以小缩图 把大图放在Image View 而且放大缩小 那Greed View的话顾名是 Greed的话是表格 表格显示 Gallery是向左 向右 你可以什么 我想你有用过那种浏览器 大概是Gallery Greed的话就是一个表格 那另外的话呢 还有就是所谓的底下那个 List View List就是顾名式 清单 View 显示 用清单来显示 那这些都基本原件的使用方法 那其他还有像这个 这个后面可能我们时间应该是 没那么多 不过你至少知道这些 那我的主要任务是 帮各位开个头 至少你有个头了 后面自己在花时间练习 我想应该还是足够的 OK 因为其实很多人 反正我遇过很多学生是说 他都自己买书回去看 结果看了半天呢 看了好几周之后 还在第一张 为什么 因为安装 安装不起来 不知道奇怪 按照书本里面的说明来做 奇怪呢 每个步骤都对 但是乱起来都是兜错 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 怎么办 其他还有相关用书 这个我想这本比较进阶 这本是 黄斌华写的 这本书优点是里面也有光 也有完整的那个 教学的光碟 他也有录音录音 我觉得这个 这个作者还蛮认真的 因为我常常听他的 他有把它传YouTube之前 有不过后来好像都全部下下来 而且他好像 偶尔有听到他录音的声音 后面传来那小朋友 在吵闹的声音 可能他是一边录影一边要带小孩吧 你不要吵不要吵 爸爸在录音录影 在赚钱 不要吵 OK 可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它里面我觉得比较进阶 它里面有一些感应器 可能如果你要跟那个IoT 物联网连接 有没有 这个可能又是下一个阶段了 然后挂广告 ad mode ad mode 这个就是可以加多媒体 相机等等的功能 这个可能就是进阶的版本 因为我之前开过的有入门有进阶的课程 所以如果你有进阶的需求 你可以把这个书拿来看 里面也有相关的这个说明 那我们大概闲话就大致到这里 接下来的话 进入到这个Android的第一阶段 把这个环境给建置起来 可是环境要怎么建置 其实这个是真的是 每一本书写的都不一样 而且每一本书会因为呢 Google又一些新的更新 然后呢 又重新又洗牌了 他网站的位置又换了 然后安装的方法又改了 你又开始又头痛了 不还好啊 因为我们是见过那个大风大浪的 所以对于这种东西 其实已经习以为常了 那只要掌握要诀 哪些要诀 大概你要先了解一下 第一个 你有没有Java 因为呢 我刚刚讲过 这个Java的阶段 也是非常重要 它的底层 其实所有东西都是Java 那也因为这样的关系 Java本来生养 后来卖给Oracle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Oracle已经告了他很多年了 告了N年 他们两家Google 生养 不 那个 卖给Oracle之后 就开始告Google 那有输有赢 第一次好像是那个 那个那个 不知道 好像第一次是Google赢 第二次又生养 Oracle赢 好像后来又变Google赢 反正他们一直缠送 那其实可以想见 因为Android 它所有的东西 它这么多 卖了100多亿支的手机 可是Oracle 几乎分不了什么好处 可是呢 它底层全部都Java的 这当然说不过去 那这里面的话当然 你第一个要先确认你Java有没有安装 而且Java还有分什么 你是32位元的 还是64位元环境 所以第一个你可能要先了解一下这个 再来的话呢 才是去安装那个Android Studio的相关的环境 那所以等一下你可能要先知道一下 你的Java有没有安装 再来去把那个你的Android Studio的环境下载 那我要怎么知道我的电脑里面 有没有安装Java的相关东西呢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你的JDK有没有装 这看起来 这边有个Java 显现这个应该是已经装了 但是呢 从这边看不出它是32位元的 还是64位元的 所以呢 如果说你不确定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到Oracle的官网去找一下 它的网址呢 是www.oracle.com oracle甲骨文嘛 这边台湾翻译叫甲骨文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官网里面 它这边有下载 download里面 这边有个download download里面的最受欢迎的其实就是了 因为呢 Oracle其实 我记得好像花了大概60亿美金吧 把那个生养给并进来 所以也花了不少钱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 其实Java 在Oracle的产品里面 算是非常受欢迎的 所以你点这个Java for developers s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请注意一下下载 这边有个JDK 那你下载的方式的话 特别注意哈 第一个呢你要先确认什么呢 你要的这个 对这个 Java SE 这个版本哈 它已经是到1.8了 那它8开头 那后面有121是版本 然后download这个 这边特别注意是JDK 然后第二个的话 记得是 这边Accept 你要同意哦 OK先点一下 再来的话呢 选择下面这两个 有那个X64 就64委员跟X64 那至于装哪一个 比较好呢 其实哈 你可能还要再看一下 你的环境 这个环境就是 电脑按右键 内容一下 看一下你的那个 环境是不是 系统类型 如果你是64 的话 其实 当你想说 那直觉就64 其实 如果你是64 32也可以 64也可以 因为它有向下相容 但是如果你是32的话 那很抱歉 你只能装32 不能装64 那当然 如果你 如果你考量到通用性的话 那不然你干脆就装32 为什么32呢 32也可以用 64也可以用 那就通用了 可是效能 其实是稍微差一点 至于差多少 其实说真的 没有太大的感觉 因为可能开发的东西 还不够复杂 不过理论上64 应该是会比较快一点 那再针对比如说 很大的那个游戏的话 应该会有差别 所以这里的话我想 至少你就把 X86的先下载 X64也下载 反正两个都给它装起来好了 那这样就一劳永逸 两个版本都通吃了 第一个有关那个 Java的环境先确认 那第二个的话是要装什么呢 要装那个Android Studio 那我们第一个它的底层 第二个的话呢 Android Studio Android Studio的环境 其实如果你要找它官网 干脆你Google算了 你只要记得Android 后面加一个Studio Studio 这样就可以了 Android Studio 这个关键字 Enter 反正你Enter过呢 它的第一个 一定是Download的连结 有没有 Download Android Studio 那你就干脆打Android Studio 你不用去记啦 这边会跳出什么Download 不过 它的档案实在非常的大 最新的版本是哪一 是多少呢 2.3 这个数字恐怕你要记一下 为什么 因为再过不久了 一个月之后可能变2.4 再过一个月可能变2.5 为什么因为上个月才2.2 2而已 在几个月前才2.1而已 我觉得Google 改版的速度会太快了吧 而且很多东西 当然表示说 这个东西 为什么它一直在改版 表示说它还不是Final的版本 意思就是说 它还不是太稳定 所以你没有心理准备 它会有很多的莫名其妙的Bug 可能都跟你程式无关 但是它会一直Run一些奇怪的东西 所以有的时候如果发生错误 但不是因为你的关系的话 你不要怪你自己 你要怪Google ok 那所以 第二个就是说 请各位download这个东西 然后呢 它这边有一个什么 我同意一下 然后你就把它向下卷动 download 不过因为它的档案非常的大 1.8区 所以恐怕下载完之后 我不确定说 这边有没有直接拉专线到Google 因为之前我在那个 好像正大还是淡江 因为都有拉专线 还有中研院 都直接拉好几G的那个专线 直接到Google 所以下载1.8G 哇 吓死人了 几秒钟完了 下载完了 不过 我们这边好像 剩余5分钟 ok 我其实可以建议一下 直接拉一条专线 直接到Google 那这样的话速度是 应该是会飞坏的 那这些东西 等于是我们最基本的 那你当然把这些东西 全部下载完之后 接下来 反正你就一律怎么样 把它一个个把它装装装 那至于怎么安装 我们待会再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大家要不要先下载一下 先下载 会很久 Java SE JDK跟那个 Android Studio 这个也要 我把这个 我把这个 STOP 等一下 好几个 那那个 那个还没下载 我可以看到那个 王子哦 一个是Java的 这可以写 可以可以写 可以写 他的王子 他的王子就是 三个W 就是 Oracle 点抗 啊 找那个 popular 最最日本的一个 第二个是Google 那个 你就Google Android Studio ah 好 虽然 resolutions もし不响 他没有参照 Afni干 他没参照 敢 僅 信 感谢观看